上一期里面呢 唐姐有给大家介绍一个别墅的样品房 那么有很多人在这个下面留言给我 问到关于别墅的租和买的问题 那今天唐姐就跟大家来说一说 这个怎么样能够在买或者租赁别墅的这个过程当中 避免踩坑 关于公寓呢 那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 因为公寓是没什么问题 只要钱有了地产厅一过付 那就解决了 那是永久的产权 但是关于别墅呢 这个我们得要好好的分析一下 到底是怎么样持有才是更合法的 在泰国买别墅 首先我们要弄明白的一条是 泰国的法律是不允许外国人在泰国持有土地的 这个才延伸出来我们后面的一二三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看看怎么样买这个泰国的别墅更合适 第一个形式呢 就是用泰国公民的身份去代购 那这个呢 主要的风险在于说这个人能活多久啊 这个人家庭背景如果有问题的时候 会不会涉及到这个过民过户啊 等等 这些问题呢是也是比较困扰的 这个是当然是买的人跟这个太极的这个关系是怎么样 关系这个我们不能太多深入的去讲这些问题 但是呢我觉得不是那么合适 跟外界的牵扯的东西尽量少一点 这个就是相对比较安全一点 至于第二个形式呢 就是有公司形式 公司形式这里面面就太广了 一个河谷人对吧 你持49% 泰国人持51% 还有每个月的年账的月账 还有班年报 还有年报 这个里面太多问题 因为是公司嘛 这个财产是等于是公司的 那么公司的话 你要公司要正常运作 这个里面会涉及到 真的是会一个头八个大 除非你不是空壳公司 不是为了买房财而买房财 你已经是在泰国有基础的 那这个可能还可以考虑 如果是空头的空壳的公司去买这个财产呢 我是觉得是真的千万千万要注意 这个里面太复杂了 而且你永远甩不掉 就是说你想甩掉这个公司 你要离开了 你要什么的这个要有人接盘 这个太复杂了 而且要注意的是说 用公司的形式去购买这个房子的话 它里面你要转让要等等 那个税就要浇死你 这个不是泰国房地产不涨价的问题 而是光是税 就是已经是一半一半了 去掉了 所以有没有必要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坑 我是不太赞成 所以呢 我是比较推荐第三条 第三条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购买这个别墅的时候 实际也不叫购买 这叫租赁 就是你可以找一个比较可靠的开发商 那么这个开发商呢 可以跟你签订合约是90年 那么90年签订完合约以后 可以去泰国政府的地产厅去做一个备注 就是说合约90年 但是呢 它这个法律规定呢 是要每30年到地产厅去做一个手续 所以你就是每30年拥有一次 每30年拥有一次 一直可以拥有就是90年 那么这个当中你如果是不想要了 你可以转手等等 那么这个就是后续的问题是可以的 泰国政府也认可的 所以如果是合法性的东西 你离起来就比较顺 那么踩坑的几率也比较少 不管是谁拿起这个东西 都是可以继续运作下去 如果不是正常的 按照泰国的法律程序走的话呢 一个一个坑 你永远插不完的坑 最后你的房产 实际上可能也不是你的了 所以归纳上述的这三条呢 就是现在看看中国人想要来泰国或者清迈 买别墅的这个情况比较多 那么中国人拥有自己的情缓 他会觉得别墅 那这种在清迈在泰国毕竟还是跟中国相比 它没那么贵 相对也比较自由 气候等等 现在流行旅居嘛 旅游带居住 所以呢在这个上面很多人经济条件也比较宽裕 那么就想来泰国买个房子 那所以归纳这三条呢 第一条第二条我是怎么样都不是那么推荐 如果是你执意要走第一条第二条的话 那么你自己想好 你自己确认没有问题的时候 那么踩坑出来的结果呢 也就自己认就好了 这个实际上不是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就自己要心态要放好一点 第三条呢 这个踩坑的这个机会是没有的 因为它毕竟是合法的 还有一个就是跟这个开发商啊 一定要好好的就是说 找一些比较可靠的靠谱的上市的那些开发商 这种呢对你的这个90年的这个安全呢 相对比较保证一点 那么这个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虽然他们会贵一点 但是从房子的质量啊 从这个安全性啊等等啊 都是相对比较靠谱一点 这个中国人嘛在这里 花点钱不是问题 但是不要就是踩坑踩得很冤 就是你一直会不高兴 对啊 而且泰国别墅租房也不是那么贵 所以的话真正自己没有想好的话 还是可以有多种选择 但是我觉得还是合法性的 对一个外国人来讲是比较有保证 所以在这里呢 唐姐还是推荐第三个90年租赁的这个形式 但是一定要看清楚开发商 不要一个小小的开发商 觉得是价钱便宜了 你去签合约不要90年了 30年都不见了 那30年是可以保证的 因为是地产厅已经是签署过 这个备注过 但是90年你就别想 所以一定要找一个比较好的 可信度的这个公司 我是觉得外国人嘛 在泰国还是合情合理合法 可能就是坑子会比较少 我是唐姐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可以建议唐姐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会回复你们的 再见 拜拜 拜拜